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课 那么接下来将是我们CCI路口交换部分指示点 那么今天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将是我们的生成数 第二部分我们将讲解我们的HSRP 那么在生成数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下标准的80201D的生成数数选举过程 以及根端口,指定端口的选举过程 包括我们在标准的80201D里面 需要去修改根交换机,根端口及指定端口的一些相关技术和方法 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讨论80201D的增强特性 比如我们的PortFast,UplinkFast和一些RoadGuard,BB2Guard的一些特性 那么将这些讨论完以后呢 我们还会探讨我们的MSTP多生成数数 因为作为CCI考点,它几乎是必考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将通过一个实验 来讲解我们的HSRP的配置和HSRP理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的生成数部分 那么在生成数部分呢 你首先要知道生成数作用 那么生成数呢,主要是在一个环形的交换拓谱中去闭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验拓谱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样的拓谱 在这个拓谱里面有两个交换机 SW1和SW2 它们本身通过各自的两个端口 与对方相连提供一个冗余环路 这完全是为了提供一个可靠性 但问题是冗余的环路 它会造成我们交换机和交换网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分报 重复的真接收 以及错误的麦克力列表 那这些问题呢 必须对我得到解决 但是前提是不能够去破坏这个冗余环路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必须去运行我们的生成数 那么生成数呢 默认都是运行好的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那么如果你运行的生成数 那么首先你就开始考虑 生成数第一步一定是选个根 那么生成数根怎么选呢 完全是通过每个交换机 在开机后每两秒发送一次BVDU 通过BVDU信息来判断谁是根 那根的选举呢 比较简单 主要看一元集和BVDU中的一个BID字段 也就是乔ID字段 那么一元集呢 默认都是32758 那么前提是你没有开启所谓的扩展系统ID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知道 如果开启了所谓的扩展系统ID的话 那么当前交换机的元集就应该是32758 加上某个VLAN的ID 而在不开启这个所谓扩展的系统ID情况下 那么只是32758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是采用了没有开启扩展系统ID的一个环境 那么也就是说所有交换机元集都是32758 那么交换机元集呢 要越小才越优 那么这里呢 我们交换机元集都是32758 所以不具备可比性 我们就只有比较所谓的麦克力指 而麦克力指呢 是每个交换机 阿斯卡尔芯片所固有的 那么也是越小越优 那么当根选号以后呢 所有的非根交换机都必须透过根端口 与根交换相连 那么非根交换机上的根端口怎么选举呢 首先要去看谁是收到BBTU中最小的一个所谓我们的根ID 在比完根ID之后才看我们所谓的一个开销 在看完开销之后呢 再看所谓的一个发送者BID 在看完发送者BID之后呢 再看我们所谓的PID 那么今天内容呢 相信各位在NP课已经学过不止一遍了 我们这边呢 就不再去重复 我们等会呢 通过实验帮助各位回顾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去开启模拟器中的SW1和SW2 那么我们通过两个交换机的一个简单的益生素实例 来讲解一下STP的选拟过程 那么模拟器的SW1和SW2 它们是通过各自的F1-2口一对方向连的 那么SW1呢 就是F1-2连着SW2 同时SW1的F1-1连着我们SW2 那么就构成了SW1和SW2之间的环路 那么模拟器里面的交换机呢 全部都是通过一个所谓的3640 加了交换模块来模拟的 所以我们在配置这个 所谓的模拟器交换机之前呢 要做一些主动工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清空flash 清空我们的NVRM OK 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showvlan-s 来查看Vlan信息 OK SW2我们也改一下 好 我们关闭掉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借口 那这里呢 SW1通过F1-1和F1-2连接着SW2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F1-3到15号关口全部关闭 同时关闭我们的F1-0 那么在SW2上面呢 也是同样的做法 关闭掉些不必要的关口 OK 我们可以在SW1上通过show sleeping neighbor来观察下 我们SW1通过1-1和1-2连接着对方 那此时呢 已经是环游了 那我说话了 在交换机上面深圳数是被默认开启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比如说我们收span tree bridge 那么这个命令呢 是帮助我们查看当前交换机的BID信息的 它显示当前交换机BID32758 当前交换机Mac地址CC02109C000 同时呢 我们去观察一下交换机2的BID信息 收span tree bridge 我们看到它的连接也是3178 Mac地址呢 是CC03109C000 那你会发现 我们SW1和SW2 它们的连接和他们Mac地址的后面的整个 8个数都是一样的 那么明显是SW1的Mac地址较小 那么SW1必然会成为一根 那么我完全会通过收span tree root命令 来查看 它会显示当前交换机叫 This bridge is root 并且在该信息内会显示 根网桥的ID是32758 Mac地址呢 正是当前交换机 Mac地址 所以说通过该命令会显示出 根ID和这个信息表明当前交换机是根 那同样在SW2上面 我们使用收span tree root 那必然它的更改信息 将指向我们SW1的BID 那么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个命令呢 在我们真实的交换机上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明显 在通过选举后 SW1成为了我们所谓的更交换机 SW2成为了非更交换机 但是我们说过了 在SW1和SW2上 它实际上是个环路 你不光选出更交换机 还必须要选出我们的所谓非更交换机 更端口 那么在SW2上面 show sleeping neighbor 我有两个端口 FA1-1和FA1-2连接着我们SW1 那么我应该将谁制为更端口 将谁制为阻塞呢 那么很明显 我会通过show span tree brief命令来查看 它会显示当前端口到跟的一个开销 那很明显 我们两个端口在SW2上到达更交换机 SW1开销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样上就不具备可比性 那么再往下比呢 就要比所谓发送者BID 由于都是更交换机发送国外的BDU信息 所以发送者BID也是一样的 也不具备可比性 那么我们就只有去比最后一个东西了 叫PID 那PID呢是端口编号加UN级 UN级默认为128 同时是越小越优 那很明显 我们FA1-2所接收到的PID是12842 而FA1-1它所接收到的UN级 它的PID是12843 那明显是FA1-2所连接的对端端口 所发送的BDU中的PI信息更优 所以它应该是被制为更端口 并且处于转发状态 而FA1-1应该是被制为阻塞端口 那这点上我相信每个人都跟我是一样的 也毋庸置疑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将讲解这么几个据点 首先我们可能会需要按照CCIE考题需求 去修改我们当前交换机的MAP地址的一个刷新时期 刷新时间或者叫做一个计时器 那么这个计时器呢默认是300秒 那么你可以根据CCIE的题目要求呢 将其改低或改高 那命理房是什么呢 我们config t MAP.js table 然后aging time 比如50 单位是秒 回完车以后呢 通过do.show.map.adjust.table aging time 去查看 哎 立马变为50 那么可能会有人问 修改这个交换机的一个所谓MAP地址老化时间 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加速MAP地址刷新时间 防止一些错误的MAP天息 驻留在我们的MAP地址列表中 那么这个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讲解第二个支点 如何去修改更交换机 更网桥 那么修改更交换机实验呢 很简单 比如现在我们在SW1和SW2之间 明显因为SW1 预先级跟SW2相同后 由于MAP地址越小 越优的条件 它成为了更交换机 那现在我非要让SW2成为更交换机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完全可以通过在SW2上面去修改它的一个预先级来影响更选局 因为我们生成术的更交换机 选举好后 它是可以被随时改动的 那么你只要按照更交换机选举条件去做一定的参数修改 你就可以指定当前网络中哪台交换机是更交换机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SW3 VLAN1和ALT该命令 设置SW2当前VLAN1的一个预先级是多少 那默认是32758 那么改的话最小是以4096开始 那么作为一个最小之间修改 那么如果再改的话 你必须是以4096的倍数来修改 那么这个我想在NP课老师应该也讲过 那么只要该命令输入以后 那么我们在SW2上面收span去root回车 你会发现SW2立刻会称为this bridge is root 并且在SW1上面使用收span去root命令 你会发现它会将跟ID信息指向我们SW2 这个内容正好是SW2的map地址 那么这个实验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修改一下 我们SW2的一个交换机的预先级 那OK只不过这个数呢 最小是4096 最大呢32758 那么中间的值呢 是必须以4096的倍数去成长 两倍三倍四倍去成长 那么这个呢我想不就再说了 那么首先呢 那我们把SW2上面的修改当前交换机 运辑的命令行李去掉 让SW1继续成为当前网络的根 那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因为我们既然要做一个修改根端口的实验了 OKSW1又是根了 那明显回到SW2以后 它会显示SW2的FA1-2口转发 FA1-1阻塞 FA1-2转发是因为它是一个所谓根端口 那好 现在我要让FA1-1成为根端口 那我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在选根端口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参数是进行选举的 那么我们只要对于这些参数呢 进行修改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OK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选举根端口的时候呢 首先是比较最低的根网桥BID 那很明显当前网络中的根网桥就是SW1 它的BID一定是同样的 那么也就不具备科比性 那么第二个将选的是什么呢 比较到达根网桥的路面开销 那么这个时候在SW2上面会发现 当前交换机上面 无论是FA1-1还是FA1-2 它们到达根网桥开销都是19 这个19怎么得来呢 完全是根据当前SW2和SW1这些 链路带框所换算过来的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换算的一个表 我希望这个表呢各位把它记住 那10兆带宽花费100 100兆带宽花费19 1000兆带宽花费是4 10兆带宽花费是2 那很明显我这里是一个100兆带宽 那么同样都是19 所以就不具备科比性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修改COS 来影响我们的一个更端口选举 比如说我让FA1-2的COS 大过FA1-1接口COS 那不就OK了吗 那问题在于改COS 是改本地呢还是改对端呢 那么很明显COS是一定改本地 因为是本地到达更端口的一个开销 那么我们只需要进入FA1-2接口 敲入span tree命令 那么你要注意一点 这个改COS呢 你可以改整个该接口 它的COS 也可以在该接口下 针对某一个VLAN去修改COS 那比如说我直接span tree COST COST 38 那么这么改过以后 那么FA1-2 那么这个端口 它的一个COS 就立刻变为38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变为38了 它立刻变为了阻塞状态 而FA1-1接口呢 在监听状态 这个是很简单 那过一会呢 它就会切换到转发状态 说明我们通过修改本地COS 是绝对可以达到影响更端口选举的 好了完成了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span tree VLAN1COS的这个命令 我只修改该接口下VLAN1的COST 针对其他VLAN我不做变化 这是可以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到底是修改接口下某个VLAN的COST 还是修改整个这个接口的COST呢 就要看你C3E的一个题目需求 OK 那么修改COST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更端口指定的目的 那么除了修改COST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修改PID 那么PID呢 是由优先集加对方断号组成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在SW2上 将FA1-2的COST呢 恢复过来 OK showspan tree brief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FA1-2马上又要变成转发动态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他们的花费相同 PID相同 他们的花费相同 在比较PID时 FA1-2端口胜出 所以FA1-2转发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修改PID 来影响更端口选举 那么问题在于 PID呢 由预言集和端口ID组成 端口ID呢 肯定是我们不能修改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去修改元集 但问题是 我是改本地端口的PID元集 还是改对端端口的PID元集呢 那么证明我再强调一遍 改cost一定是改本地的 而改PID元集一定是改对端的 所以这里面 FA1-2它对端的PID是12842 而FA1-1它对端的PID是12843 所以我们只有将对端 就FA1-1号端口 对端的FA1-2号端口 将它的PID的元集改小 才能够导致在SW2上面 在收到那个BVDU以后 比较PID发现是 FA1-1的元集更小更优 才将它制为更端口 制为转发状态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只需要进入到SW1上面 进入FA1-2号端口 因为FA1-2号端口 就连接着SW2的FA1-1号端口 我们输入spanchy pot spanchy pot priority 这个命令 修改该端口下 预言集 PID预言集 那么这个预言集呢 最大是128 那么如果改的话 最小 我们只是从16开始改 取值范围呢 是以16的倍数增长的 这个我想我不用再多说了 各位在MP课 应该听过的不止一遍了 那么最终呢 我们到SW2上面 通过收spanchy 规组查看一下 你会发现 FA1-1它所收到的PID 立刻变成了16次3 那么因为在比较PID之后 我的预言集更小 所以它立刻变成监听状态 在过段时间后 就会期望的转发 那么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那么我总结一下 在改更交换机时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修改预言集 修改更交换机预言集 那么在改我们更端口时 我们可以修改本地cost 越小越优 或者修改对端PID预言集 越小越优 从而导致指定这么一个更端口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块呢 我想不用多讲了 那么问题在于呢 在改更交换机这块 还有另外一个命令 叫做设置 谁是主根 谁是辅根 为什么要设置 谁是主根和辅根呢 因为在我们的网络中 往往核心交换机 应该一个为主根 一个为当前交换和辅根 但今朝我确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将主根这个交换机 远级呢 改的比32758要略小 而我们辅根远级呢 比32758越小 但却比主根越大 那这样其实可以实现 主根远级最小 胜出成为根交换机 而辅根由于比主根略大 所以成为所谓的第二个根交换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其他交换机的32758 要更加小 那么这么做的话 其实我们是通过输入命行 span3 VLAN1 Pre-Alti 进行当前交换机的一个 远级修改 那么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设置当前交换机 是某个VLAN的主根和辅根 它同样会把当前交换机的 远级改的很小 并且让辅根 主根就比主根大一点 却比32758要小 实现这么一个主根辅根的设置 那么这个呢 很简单 比如说 现在 在我们的特务中 SWE一定是主根 也就是我们的根交换机 而SW2呢 远级默认32758 当SW1当机后 SW2未必会成为第二根交换机 那么很有可能会被一个新交换机 由于远级更小而成为新的根 那么这里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么一个 SPANCHE VLAN1 ROOT PRIMARY 和SPANCHE VLAN1 ROOT SECONDARY 来设置 SWE是VLAN1的主根 SW2是VLAN1的辅根 那么OK 我们来看一下命令 config t SPANCHE VLAN1 ROOT PRIMARY 回车 那么只要输入干命令以后 它就说 这个交换机即将要变成VLAN1的主根 它远级默认降成8192 我想 这个我不用再说了 这是固定的 而在SWE上面呢 为了保证它是辅根 我们需要输入命令行 SPANCHE VLAN1 ROOT SECONDARY 输入干命令 那么输入干命令以后呢 它的远级会正好是我们主根的两倍 那么但是呢 由于它的远级比3278要越小 所以只要网络中没有人比它远级更小的话 那么它一定会成为第二根 我想这个我就不需要再多讲 大家只需要把命令行去记下 那么这个很简单 那么在C3A考试里面呢 经常会让你改更端口 改更交换机 或者是改我们的紧端口 那做法呢 就是这些我想说在说了 那么它还会让你改什么呢 改一些深入计时器 比如当前深层数的发送BBTU间隔 转发延迟的一个时间 和最大计时器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些命令呢 其实都帮各位写好了 我们只要看上去可以了 OK 那么如果题目要求你把当前交换机的一个转发延迟进行修改的话 你可以完全通过Gaming Span Tree VLANXX Forward Time 以秒数为单位进行一个转发延迟修改 只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点 这边的秒数为单位的范围是4至30秒 固定是4至30秒是不可以去修改的 你不可能超过31秒或低于4秒 那么我们可以在SW1上里做的实验 当前交换机的转发延迟通过Span Tree Bridge 可以看到是15秒 我要求改为5秒 怎么改呢 Span Tree VLAN1 Forward Time 5 回车 改完后都修Span Tree Bridge 就可以看到是5秒 那么这个我想就不用再多说了 同样我们的C3A题目还会要求你去修改 我们所谓的生存数的BBTU间隔 那么这个该怎么改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全局模式下 输入Span Tree VLAN1 Hello Time 比如原先是2秒 那么我们可以在1至10秒中取个值 比如3秒回车 通过Do Show Span Tree Bridge 来查看效果 变成3秒了 这个时间也很简单 那么它还会让你改什么呢 改一个我们生存数中的BBTU计时系 最大20秒的时间 那么这个怎么改呢 命理行跟前面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只需要在SW上输入 Span Tree VLAN1 MEX Edge 然后它的范围是6到40秒 我们这里取值随便为8秒回车 Do Show Span Tree Bridge 来查看一下 OK 都该好了 所以生存数这一块 其实只要你把生存数的选举过程 和如何去影响生存数的选举的一些技巧 学习会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将标准的这个视频呢 保存一下 那下去呢 我们将会讲解我们的 生存数的一些增强特性 对 对